天路课的主题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信心的天路课 之后跟大家分享 就是不灰心 不硬心 不贪心 还有爱心的天路课 会这样一个整个系列下去 那么什么是天路课 在整个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要课的 就是我们的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 拥有多少物质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是你的 只是暂时给你用的 包括你的身体都不是你的 只是暂时给你用的 有一天会成为成土归土 你的车 你的房子 包括你的孩子 都不是你的 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什么是属于我们的呢 灵魂 灵魂是属于 你的身体不是你的 只有灵魂才是真正的属于你的 并且有一天 它要回到神那里去 所以当你的灵魂 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 去到神那里去的时候 神会根据你灵魂的状态 祂能神那里 你的灵魂是圣洁的呢 你的灵魂是看见世俗的吗 你的灵魂是亲近神的吗 你的灵魂是有的各种的 生满了结满了圣灵的果 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天路客的过程当中 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建神法一样 它是不断的来锻炼你这个人的生命 那你这个人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分盛 那你的灵魂有一天去到神那里去的时候 能够得到神的奖赏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 那么我们的终点是在神那里 但是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我们永恒的家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世界的追求 世界的享受 而不是在神的心意上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我们自己的心理上面 你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司机他忘记了他的乘客 这个司机他就没有进到他应该有的责任 他可能随便看 这个到处看 一个第四司机在满杜柏林转 他忘记了后面一个乘客 他载他去机场 他把他带到鹏去了 他把他带到巴黎默去了 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司机是个不进者的事情 一个士兵如果他在战场上 他忘记了他的敌人 这个士兵很危险 一个开轮船的人 如果他没有了方向 这个船不知道要跨到哪里去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 他忘记了他的生命 是要朝着神的那个方向去走的时候 那么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很灵满的基督徒 他还在神面前没有太大的价值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确信 就是有一个永恒的天堂 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一个客人 我们是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 难过到的前进 那么我们呢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一个追求呢 因为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相信 你不相信有天堂 你就不会追求天堂 对不对 你不相信 你感冒了 你吃这个药就能够好 你就不会吃这个药 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图片 如果在你的面前有一堆庄 还有一堆庄 然后说随便你挑 你要选哪一个 请问你会搬庄还是搬重 我相信只要我们头脑没问题 我们都会搬庄 对不对 这个我们当然要搬钻石 一堆庄跟一堆庄 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 这个钻石是有价值的 你相信这一个人 你就会去想要得到这一个 所以今天你会发现 当你选择这个世界 跟选择天堂的时候 就是一堆庄跟一堆庄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什么 我们选择的是庄 我们选择的是这个世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天堂的信心 是耐能微小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是 就算你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信心 这个世界很吸引我们 但是我们至少要有一个信念知道 所以这世界和其善的情谊都会过去 不管你成不成的 这个世界和其善的所有东西 包括你的美貌 你的智慧 你的知识 包括你的身体都会成为神 土回头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信念的时候 这是一个根基 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追求这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上 所要我们去做的东西 那我们相信有一个天堂 有上帝的存在 那我们就会追求神要我们追求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生活 就不是以这个世界的标准 甚至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喜好标准 我们来设立我们的目标 来设立我们的生活 明天 今年 或者我要赚多少钱 我要开多少家电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 我们来设立我们的生活 那么什么叫做着神的心意呢 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心意 超越你的心意 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照着神的心意 来建立你的生活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希望来修第41章第2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人 就是每一个 非有信 除非你有信心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为什么这句话讲得这么的绝对 讲得这么的测诱 很简单的一句话 如果你没有信心 你没办法得到神的喜悦 因为当你没有信心 你不相信神的时候 你就不会信靠他 你也不会跟从他 你也不会听从他 比如说今天 我在路上遇到你 你跟我根本不认识 我说某某某人可以借给我500块钱 你说你是谁啊 我怎么可能借给一千 因为你不相信我和王爷 你就不会借钱 但如果我是你的自己 非常好的朋友 这个借500块钱 所以明天还你 你一定会借 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我 所以你会看到 当我们要跟从神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相信神 你在街上 你丢了 你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你在那边哭 你会跟从一个陌生人走吗 虽然你的智商还没发育到一个完全 但是呢 你至少会认识 谁是你的父母 谁要跟谁不要跟 所以当你相信 知道这个人是可靠的时候 你才会跟着他 今天我们跟从神呢 也是一样 我们必须要相信神 我们必须要相信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那里 我们必须要相信 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 都是为了我们好的 我们必须要相信 万世互相相拥 叫爱神的能得一处 我们必须要相信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神都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人生就会翻转 你的信心越强 你对上帝的回应就会越快 你对上帝的跟随就会越彻底 你这个人就会越多的 被上帝给更新和改变 所以当我们看到西伯来书 第十一章的时候 他讲到有那么一群有信心的天路客 这一群天路客 他们在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 他们展现出了他们对于神的那一个信心 以至于他们成为我们历世历代信徒的榜样 今天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好像再过几十年我们也不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但是他们成为我们天路上的一个榜样 所以我们不是孤单的 我们是有路可以走的 就好像你登山一样 前面已经许多人已经登过这条山了 他已经走出一条道来 那我们跟着这个道走 我们就能够到达山里了 所以这些人他们踏着信心的脚步 给我们踩出了一条道来 让我们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 而这些人的事迹就被记在圣经里面 然后教导我们怎样能够攀登上帝要我们攀登的 属尼的高峰 怎样能够追求上帝要我们追求的 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在西法来说第十一章里面 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关于信心 以及怎样运运信心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信心方面 我们有很多的误解 而这样的误解 让你跟什么关系受到破坏 这样的一个误解 也让你的生命变得非常的幼稚 不能够成长 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面对信心的描述 我们会发现信心呢 不是你的想象 也不是你的期待 神啊 这个 我想要更加有钱 我期待我的生命更加美好 我期待我的妻子更加的能够体贴我 我期待我的丈夫能够更加的爱我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的期待上面 我所想要的我想要健体更加健康 我想要把这笔生命做得更好 我想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西伯的书里面 它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这个信心是错误的 也是你们会发现很多人他有错误的信心 他就觉得神你为什么没有帮助我啊 神怎么没有达到这个没有达到那个 他的生命越来越有枯萎 他的信心越来越软弱下去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 告诉我们的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呼召上面 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建立在神的引导上面 是宣留神的心意 再有信心来跟随神的心意 大家看到这个非常的重要 不是宣留你的想象 宣留你自己的期待 然后说神已经有一个模型在这里了 你的能力倾倒下来 完成我的模型和我的所使命 或者我所期待 不是 是神已经给你一个模型 你的信心倾倒下来 完成神给你的使命 和神对你的期待 所以这十一章里面 所有的人他们的生命 不是活出自己的期待 他们的生命是活出上帝的期待来 这个就是信心的公愿 信心的公愿不是活出你自己的期待来 我想要过得开心 我有信心 我想要过得健康 我有信心 我想要过得更加的成功 我有信心 错了 这些都是属地的信心 真正的信心 是活出神对你的期待 是活出神对你的呼召 所以你看到仰慌 他的信心 他因着信 门罩的时候 他的信心不是说给他祂祂祝福 他的信心不是说给他 给他有很多的流氧 他的信心是说让他有一个行动进来出去 因着信而出去 因着信而离开他的本地本主 这是一个回应 他的信心让他能够回应神 能够跟随神 我相信今天我们在爱兰这边的地圈姐妹们 其实你们都可以成为像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伟人 我们还没拿爱兰说 都有同样的信心对不对 我们已经信拿爱兰 对吗 我们相信有这个 我们拿爱兰一定有美好的生活 虽然你都不知道你会住在什么地方 对吗 你拿爱兰之前你可能 你那个除非你要找House Family 但是你就算有House Family了 你也不知道他你住在哪里 我那时候刚才的时候 你头雾水就是一定要车把你接走了 然后你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我们真有信心 但是我们的信心又在哪里了 用在赚钱上面 用在生活上面 亚伯拉罕的信心跟我们也是一样的 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但是他的信心又在哪里 神的呼召上面 今天很多人的信心 是用在自己的 我再说一下想象和自己的期待上面 他不是用在神对他的呼召上面 所以他的生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他跟神的关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神不打我的标准 因为神没有完成我要他完成的事情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说 亚伯因着信而什么样 而献祭 以洛因着信而要去逃神的喜悦 因为他信多深 罗亚因为信的缘故 他预备了饭桌 祝福 以洛因着信的缘故 他给一勺祝福 亚伯因着信的缘故 亚伯因着信的缘故 给约瑟的儿子祝福 祝福 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自己的期待 自己的理想 他们信心的体现是回应上帝的呼召 是回应上帝对他们的期待 亚伯因信献祭 献祭是一个选师来的 他为什么要献祭 因为他知道神喜悦 神欺感 以洛因为信讨神的喜悦 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 不讨自己的喜悦 因为他知道神是带为尊子的上帝 罗亚为什么要预备翻桌 为什么要在那边被人吵架 好像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为什么要听到翻面阳光这么美好 为什么不让孩子出去往安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听到 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 虽然你读不懂还是要读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有些时候可能祷告 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有些时候好像主耶稣 要汗水如同雪地要往下滴 还要祷告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上帝是真实的存在 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 我们相信聚会 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 所以我们看到下面呢 他讲的因着信的缘故的 自伏的敌 自伏的敌果行的公义得的应许 读的狮子的口 我们开不开心 好开心 有信心真的是好有力量 这个变成超冷了 什么都能做 但是你又看到下面一个 你可能就不太开心了 又有人忍受戏怒 鞭打捆索监禁 各等的磨灭 你开心吗 你可能就不开心了 你说哎呀信心不是要救我 不要受到戏怒吗 不是要救我不要鞭打吗 我生气时候会保守 我受到我的羊 不要下到监狱去啊 这里面没有这么讲 这里面讲的是 因着有信心 他能够忍受这个痛苦 所以到底这个信是什么信呢 这个信刚才说的 不是你想象你当中的信 这个信是相信 神教观世互相效应的信 这个信是相信 你的灵魂在神的手中的这个信 这个信是相信 神与之灵魂同在这个信 不管是顺利还是不顺利 不管是事情有造成你的想象发展 还是没有造成你的想象发展 所以又给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就算杀了我 我还是会信他 他就算杀了我 我还是会信他 不是照着我的意思 不是他保守我了 我才信他 他爱我的我才信他 他爱我的我才信他 他爱我的祷告我才信他 那你知道当你耶稣的朋友 当你不讲耶稣说 你们这三个人不败我的金像 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如果现在败的话 我就不把你们弄到火牙里去烧死 不败的话 我就把你们弄进去 你不讲耶稣三个朋友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会保守我们 急或不难 这个很重要 急或不难 我们也不会拜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信心 信心不是我相信上帝会保守我 如果他保守我就拜他 不是急或不难 我相信我的灵魂都站在他的手中 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错误的信心 夏娃相信撒旦的话 他就选择他所信 对吗 就选择着吃分别上的受伤的果子 而不是选择吃生命受伤的果子 所罗门相信财富的力量 他就会追求他所信了 他拼命的追求他 大家知道 所罗门死了之后 以色列人其他的十个之外 对他的儿子罗伯安说 请你到我们身上的恶耳亲神一点 不要像你的父亲那样子 逼我们做苦工 你看到自己的兄弟都逼的 所罗门是这样的 他后来越走越晚了 相信财富的力量 他就有财富就是一切 所以他拼命的追求下去 我们看到保罗在他出气的时候 他相信错误的教育 他就开始逼迫进入土了 他到时就抓进入土 把他下来见你 你会活出你所信的 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心 建立在错误的事情上的时候 我们相信赚钱能够满足我一切的需要 我前几天还在我 我跟亚青在那边聊 现在离婚了好像都是有钱 没钱了 他就看了一个故事 没钱了 有一对夫妇想要离婚 结果呢 算了算了就发现 你的婚了怎么生活了 又不离了 没钱离婚 有钱了呢 你了婚之后 我这样可以找 找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有人以为金钱是一切 没想到有了钱之后呢 家庭越来越受到影响 家庭的夫妻关系越来越不合 他以为他是错的一个信心 他以为是这样子的 他以为我开多几家店 我生活就能够美好 结果没时间照顾孩子 也没时间跟家人有美好的关系 也没时间追求神 他以为这个是对他是好 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心 我们很多人 我们都有错误的决定 对不对 你刚做决定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错误的吗 不会 你以为都是最正确的 ABCDE 那你选择 你怎么会选择一个最好的 就比如说 我们追求另外一半的时候 我听到好多人讲 哎呀 这个生活好辛苦啊 这个婚姻好痛苦啊 如果你知道 这个有天会这样子 你可能当初就不会追了 对吧 你当初为什么那么拼命的追 因为你相信 你相信我只能得到这个女孩子 哎呀这是我这个 一生的最爱啊 然后你追到之后呢 过了几年你怎么还 哎呀 这个好辛苦 当然 那这一阵子呢 还会辛苦 只要你靠着神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会追求我们所相信啊 是我们自己所相信的 大家留言啊 不是神要你去追求的 我们很多时候这样子 所以信心的源头呢 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 信心的真正的源头呢 信心的真正的源头呢 我们建立的是神的话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因为神说有就有 命令就你 也就是说当神的话语发出来的时候 你有信心 你来回应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就能够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 来帮助你 来提升你 那神的话语有可能会让你制服的敌火 行的公义得的应许 神的话语也可能让你在监狱中还能够忍受 各种各样的酷刑 在在逼迫的时候还能够占你的我 在变成嘲笑的时候还能够坚持穿福音 在生病在身体管路的时候还能够参嘶赞美神 这个是神的话语 这个是信心的源头 信心的源头不是你的想象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很多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受到仇敌的 撒旦的门闭和欺骗 他说还神不爱 你看神都没有帮助你 圣经里面有讲神什么事情都帮你吗 没有 你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你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上面 撒旦当初对于圣经的时候 你看神都没有帮助你 走跨越 什么流来隐秘之地别讲了 现在都走跨越走得累死了 都没水喝 神都没有帮助你 开始发愈你 对吗 请问神准备允许他们说 你们从埃及出来之后 我就已经备好了马车 马上就跑到迦南北地区了 已经备好了轿子 已经有好几个车 天使都在那边抬着你 帮你抬到迦南北地区 神的意识 他们自己想象 神要照顾我 神要帮助我 神要跟我同在 然后呢 让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什么战争都不会有 不过 这是错误的事情 神只有一个应许 你们一定能够到家马里地 对吗 流来隐秘之地 这个是神的应许 但是神没有应许 你在过程中 不会有肛汗啊 不会这个没有东西吃啊 神没有应许这个事情 但我们看到 神也有他的功力 对吗 在整个过程中 神有他的功力 但是你走的 并不是走的那么轻松 你有些时候 可能会走的很疲惫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要回到 神的话语里面来 不难的话 你的生命会有许多的路 许多的破口 你的生命跟神的关系 会很容易被敲碎了 好像以色列人来眼神 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 我们跟随神的话语 我们相信什么 神说你祷告 你祷告我就决定 我们相信祷告的你啊 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神说你要多读我的话语 当我们多读神的话语 我们的生命就改变 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相信神说 他就万事互相消灭 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 在背后 都有上帝的美好的心意 你相信吗 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相信有一天 我们会走到迦纳密地 我们的生命的终点 不是在旷野死在旷野 我们生命的终点 是在迦纳密地 我们相信 我们就能够坏水 我们相信 我们就能够顺从 我们相信 我们就能够活出来 所以你看到 在圣经里面有讲到 在那个 一个故事 就是彼得走在水面上 大家就知道 彼得他走在水面上 那时候呢 狂奔大主 然后彼得跟 还有耶稣的其他门徒 在床上 拼命地摇摸圣 圣经里面 那耶稣 原来在山上祷告 然后耶稣就下 走在水面上 到彼得 他们那边去 那耶稣走过去的时候呢 他妈吓了一大跳 他以为是鬼怪 这个怎么 怎么 怎么有人可以在水面上走呢 然后呢 耶稣说 是我不要怕 那彼得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 从水面上 走到 你那里去 所以这个彼得真的是 太无奈了 如果不是主的话 怎么办 大家没办法呢 不好意思吗 你说这句话说出来 不太合逻辑啊 他却不确定那个人是主 不确定嘛 对吧 那他说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走到水面上 然后那个人说来吧 就掉下去了 对吧 如果那个人不是主的话 蹲就掉下去了 那还好是主 真是主 所以意思就是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大家看到 请问彼得是在耶稣说话之前 就还没等耶稣说话 主如果是你 就让我走到水面 你蹦一下就跳下去了 还是等耶稣回答他 等耶稣回答对吗 如果耶稣没有回答 彼得敢走吗 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 就是这样的主 如果是你叫我走到那里 蹦就跳下去了 还没听到神的话 就跳下去了 神还没有跟你说 还没有引到 你就跳下去了 所以你跳下去了 你变成落叹结 然后上来说 主啊怎么不帮助我来 那这是第一种基督徒的情况 就是还没有神的话 就跳下去了 第二种基督徒 真的有神的话 就好像主对彼得说 你过来吧 然后他就下去走了 他走着走着 突然间他看环境了 心心就暖落了 所以发生什么事情 通一声 这个彼得就 没有 掉进水里面去了 那他就赶紧说 主啊 救我 那他再看到 有神的话 还不够 还需要有什么 有信心 有神的话 耶稣说 你过来 你可以过来 彼得下去 真的走了 走着一步 两步 挺好的 这个真的能做好 这个太神奇了 然后再看一下 芬朗爬一下 就沉下去了 所以你知道是 信心在拖着 你往前走 信心在拖着 但是 我们看到 当我们的信心耗尽的时候 神能在当中保守我们 所以耶稣赶紧伸手 拿走他说 你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疑惑了 你为什么小信呢 不是比人没有信心 是比他信心的人 很小 大家知道 耶稣常常 责备他的门徒 最经常责备他们的 是什么 是他们的信心 耶稣很少 你们一生啊 多得到 你这么笨 你们这些人 看不开窍 或者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甚至没有 一直责备彼得 你这个人 他心只手快啊 口快啊等等 耶稣经常 责备他的门徒 的一个就是 小心 你们的信心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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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耶稣受难 我们复活节 刚刚过久不久了 大家知道在 耶稣受难的时候 耶稣被抓起来 第一个使人家三天 然后耶稣被买在坟墓里面 他的门徒还在做什么 耶稣被买到坟墓里面去做 他的门徒还在做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 第三天 三天之后 他们还在 因为害怕 把门徒关起来 然后在里面做什么 哭 然后在里面哭 哎呦 这主啊 你死的好差啊 什么 他是这样哭 他很痛苦 耶稣 耶稣从十里复活 责备他们的什么 小心 你知道耶稣在 第十字架之前 做了很多的功夫 是为了建立他们的信心 但是 他们还是建立不起来 耶稣好几次都跟他们讲 人子要去耶路三人 要受 纯事法律三人的苦 然后呢 又被他们打杀害 第三天从十里复活 又没有 耶稣讲了很多次 然后你知道 除了这个字 这个讲之外 耶稣还故意 那三路死的时候 耶稣故意不马上去 医治那三路 对吗 但玛利亚说 哎 主啊你说 哎呦能生病了 还没死 耶稣还是在那个地方 停留了几天 耶稣 那时候跟门徒们说 我为什么停留呢 是为你们的荣誤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耶稣故意等了四天 才去到 那三路那边 把那三路从坟墓里面 复活了 耶稣在圣经里面记得 他死了几天 三天 耶稣故意等了四天 就是想要跟他的门徒们讲 四天 那三路我也能够叫他复活 我只是三天而已 我一定能够复活了 但是门徒信不信 不信 没有一个信 甚至 复活之后都不信 还要像他显现的多 除非我穿到他 摸摸他的银本 身手 身住 看看有没有大个杂 的孔 我才信 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上帝一直在建立我们的信心 如果打个比方 我也是十二个门徒之一 然后我相信耶稣的话 你知道我会很兴奋 对吗 哎呀 哎呀 感谢主啊 主第二天 再过两天就活了 再感谢上帝主啊 会不会这样 我会在哪里啊 主啊 我说如果我有信心的话 如果我没有信心的话 哎呀主啊 你死的好惨啊 这些人真的是上帝天良啊 怎么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有信心 跟没有信心的区别 如果你有信心 你相信你的生命 障碍在神的手中 你相信圣经里面的话 会不断的来更新你的生命 你相信神怎么说 他就会怎么样实现 这是信心 所以当我们 要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就为什么耶稣要 要特别把彼得 圣经要把彼得这件事情给写出来呢 因为彼得虽然他做这件事情很鲁马 但是彼得勇气可佳 就是因为彼得有一个远于尝试的信心 彼得他才经历到在水面上行走 这个神经 除了彼得之外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在水面上行走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 经历到更多的经历到信心呢 大家知道中国有 古代有神龙藏白草 就是他不知道这个草 到底是有什么药效 然后他就品尝不同的草 这个草了之后 他就记载下来这个草 吃了之后 我有什么感觉 然后呢 有什么反应 然后呢去找不同的草的特性 然后做成我们中国的重要草药 就是起源呢 据说就是这个神龙 他要品尝 他要远于踏出 他要远于去尝试 那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没有尝过天面的智慧 或者没有尝过圣经的真理 我们需要去尝 我们尝了之后 我们的生命就会干强起来 而且神龙藏白草 有可能会被毒死的 我们不会 因为神已经过滤好 这个圣经里面没有 里面都是银养 里面都是纯净的 里面圣经里面说圣经的话 好像银子在如中念过七次 是这样的纯净 是上帝精心炼制出来的 要让我们去尝试 去经历去实行的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 你想要信心增长 刚才说了 你必须不要活在你的想象 和你自己的期待里面 在所有的事情上 你要凶过了一件事情 就是神你的心意是什么 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 有些时候神的心意 有些时候神的心意 可能是叫你伦寿痛 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神的心意 有些时候 未必是要把你的痛苦给拿走了 圣经里面怎么说 在患难中要怎么样 要忍耐 对吧 在患难中要忍耐 有些时候神的心意 有些时候神的心意 可能是把你的痛苦拿走 所以你要去寻求神的心意 那我们怎样能够 让我们不断的去信心 能够不断的去成长呢 去尝试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读到神的话语 圣经的话语要去做 我们要去做 你做了之后 你才能够经历到圣经的话语的甘甜 今天你灵修有哪一句话特别触动你的 你要去做 第二个就是圣灵对你的感动 对你有什么感动啊 你就去做 你不要去害怕 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是没有伤害的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这三个原则 这三个不 只要没有违背这三个原则 不违背圣经 不违背道 不带来伤害 你都可以去做 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你凭着信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宣告 神在你的身上 要运行他的大力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求神让你的病完全好起来 你要你要去 你愿意去做 但你你不要说 我祷告了 那每一日怎么样 你不祷告每一日 那怎么样呢 也没怎么样对吧 你不祷告每一日 跟你祷告每一日 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你祷告的有可能 因着你的信 那个人就得到了医治 就把荣耀归给神了 所以我们要踏出这一步 你有感动 你就大胆地宣告 然后呢 之后就看神的工作 当你不断地去经历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什么是出于自己的感动 什么是出于神的感动 只要他不已被圣经 不已被道 不带来伤害 所以当圣经 告诉我们关于信心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一个钥匙 而这个信心呢 它是也有不同的层次 圣经里面说 有全备的信 叫我能够遗伤 就是有一些人 他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 他能够遗伤 全备的信 那有一些时候 我们刚刚信主 可能我们的信心小 或者我们还没经历到很多 可能我们的信心小 那每一个信心呢 就好像一把钥匙一样 不同的信心 是可以打开不同的祝福 打开不同的门 那在圣经里面呢 神给我们的允许的祝福呢 有这几样 但是这几样祝福里面呢 有前面两个是确定的 就是神说一定会给你的 永恒的祝福 你相信神 你就会得到永恒的生命 分圣的生命 只要你跟随神的话 不是只是相信 每一个祝福 他的要求都不一样 你跟随神的话 你就会得到分圣的生命 而这些都需要你的信 你信靠神 你就会得到生命 得到拯救 对吗 你的罪就得到圣的 你信 你相信神的话语 你就会洗出神的话语 你的生命就会变得分圣 那么后面两个呢 是神没有明确的时候 一定会给每一个人的 有一些人呢 有经历到身体的医治 有一些人呢 没有 有一些人的神 在物质上很祝福 比如说亚伯拉罕 神赐给他很多物质的东西 但以尼或者约瑟 那比如保罗神 就让他很穷 没有 所以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没有 圣经里面没有讲 信主的人 所有的人都 永恒不会得病 没有这么讲 但是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你想要得到神的医治 你需要有信心 你有信心的时候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条件 你得到了医治 你医治还是需要信心 你不是有信心 每一个人 我相信神 你一定会得到医治 你的信心是要建立在神化一下 神要医治这个人 还是不要医治这个人 然后你才去相信 不是我相信神 祂会医治这个人 神就照着你的信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有一个正确的次序 那不同的信心呢 就会打开不同的门 会打开不同的祝福 这是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能够经历得到 虽然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要怎样不断的 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呢 就是我 耶稣说过一句话 如果我们有信心 像一笔戒材种一样 其实这个信心呢 是能够成长的信心 那我们怎么样 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成长呢 只有这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更多的独经 因为我们的信心 刚才说的 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上面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 所以我们越多的独经 我们就能越多的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越多的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的信心就越发的坚固 第二个 我们要越多的祷告 祷告也是 让我们的信心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呢 打个比方 你不祷告 你怎么经历到什么 你今天没有祷告 你头疼没有祷告 你好了 你也觉得我真的好了 你也觉得我吃药好了 或者我冷一冷 过了半天就好了 但是你祷告 你马上就好了 或者说你过一过就好了 比以前好得更快了 你就经历到神了 所以祷告也是帮助我们今天 我们不祷告 教会不复兴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教会复兴了 我们就经历到神了 我们 我们祷告不祷告 我们的生命的属灵的状态很差点 我们祷告了 神带着我们的祷告 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经历到神了 所以呢 薄西在山上举手祷告 但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经历到神了 如果他没有祷告 一顾而以色列人打败 一顾而以色列人打胜 以色列人都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会拜 为什么会胜 但是当他祷告 只要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了 下去 以色列人就知道 他就知道 这个力量是从神来来 所以祷告 能够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的信心不断地成长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行动 行动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不断地成长 就是 当你圣灵对你有感动啊 圣经的话语啊 有感动你 然后呢 你就去做的时候 你就建立到 上帝给你的力量 上帝给你的根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讲到信心 不是普通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有必能以神里医治我 这样的一个信心 今天我们所讲的信心 是以神的话语为源头的 从神的话语开始了 因为我的梦是从祂而来的 我的信心也是建立在祂的呼召上面 今天如果神要你去烫烦 你要相信神会赐给你烫烦的力量 这个是信心 今天如果神要你去乱服事 你要相信神会赐给你服事的恩典 这个是信心 今天如果神感动你 要你改掉一个坏习惯 你要相信靠着神的力量 我一定能够改掉这个坏习惯 我一定能够脱离这个黑暗 这个是信心 今天神如果借着异象 或者接着今天读的圣经的话 也告诉你说 他要带领你去到一个更高的城市 更丰盛的生命 你要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带领 你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 这个是信心 这个才是希马来说 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那个信心 是建立在上帝的呼召 建立在上帝的期待 建立在上帝的允许上面的信心 那你说为什么要建立在上帝 而不是建立在我的呼召 我的期待 我自己的想象上面呢 因为你不是上帝 因为你太渺小了 只有你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的信心 才是真实的信心 才是有上帝的大佬同在的信心 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 所以呢 那我们一起认识这首诗歌 然后回应 就让我们一起认识 我们就识到这首诗歌